編劇 青妖 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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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全奧,歡迎大家來張虎 那今天我們來做兩件有趣的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短篇集 等一下會去拿一下我們的平安節一個90級的掛劍 很不錯用 那最主要是我們的鐵匠夫婦應該是最後一個任務了 就是你學完前員工十重之後的一個後續任務 一個短篇的一個小劇情等下再打一下 那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那等下會先講 就是我們11月17日有看到一個有趣的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煙雨江湖的路板 他有開放了一個新的一些功能 然後有些新的劇情 大家看一下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住店山莊的一個兵器儲藏 那兵器儲藏的話就像我們那個他開頭所講的 我們目前所有的 不管是裝備啦錢啦都是放在身上 完全沒有一個讓我們儲存的空間 唯獨一些書籍可以去存在我們那個鳳鳴書院 那這次的話他就開放我們住店山莊可以兵器儲存 那有些小劇情就是七薩之亂之後 受到波及的住店山莊元氣大傷 那新舊門主交替之後呢 然後歐坦嶺就是我們那個住店山莊的那個莊主 然後一心想要往回山莊頹勢 然後無奈勢於願違 那一旦勢違的話翻身又很難堅心 那為了主業不在自己手上斷送 那我們莊主決定再開一次住店大會 然後展現出住店山莊的一個強大的斷送能力 那可以給我們神兵利器 然後供我們江湖瞻仰這樣子 OK這就是他這次的更新 最主要是山莊有開放了兵器所長 所以就有點像是我們鳳鳴書院的那個書籍 可以把一些你身上的雜物丟進去 因為這個遊戲的包包的那個容量是有限的 那如果你要打開的話 一方面你就要課金 那或是像之前活動的時候 會給你開放幾個的那個限制 那所以無課玩家的一個包包其實蠻 空間都是蠻有限的 除非你是課展玩家 那包包會比較大一點 那所以這些沒有用的一些成裝啦 或者是你的一些需求 都可以放在這次的那個兵器所長室 所以成裝之後就不要亂賣了 就是可以拿來當收藏 或是未來 說不定他哪天就開放了什麼收集廁 幹嘛之類的 說不定都還有用 所以沒有用的東西就把它儲存在那個兵器服這邊 或者是那個儲藏室 或者是鳳鳴書院裡面 好這就是我們開放這個東西 雖然說沒什麼用啦 但是至少可以妥善的增長你的成裝這樣子 讓你的包包不會太小 OK那其他的話 這個江湖打坦感覺像是祖先任務吧 就是劍王葛的一個 感覺好像是祖先任務的一個更新吧 天底下有三種刺客 那究竟是哪三種 上之江湖大祕一下 江湖風上 一切的一切 就在我們江湖雜談為你揭曉 這應該就是 感覺像是一個新的任務劇情 那再來的話一個有趣的就是我們 十方級的異變黑市動亂 那十方級人口雜多 就是他在我們塞北嘛 那今日來暗潮湧動 地下黑市 哇洛陽是鬼市喔 他是黑市 然後動盪洗白 是有人走漏風聲嗎 還是幹嘛 那 財神鐵下落不明 那有人萬 懸賞追蹤 那如果 你踏進此片區的時候 就要小心地上上人頭 所以感覺好像會有人跟你去做勒索吧 看起來這個東西的話 有點像是你認真做勒索這樣子 OK 那再來是一個服裝 就是他有一個墨懸警衣 喔 帥炮了 這個我們的那個應該三哥吧 然後這是女角 還不錯 感覺有一點像那個 烏 就是我們那個元寶的那個 轉盤烏蠶衣吧 的那個黑色版 其實還不錯 看起來蠻OK 而且給三哥帶 感覺蠻不錯的 就是一套通透的 懸黑色的錦衫 那腰間 還附帶一個金色的匕首 這個金色的匕首 炫了吧 這個金色匕首 你不講完沒發現有金色的匕首 然後配上乾淨俐落的袖口 跟 常常的下擺 真是煞爽的英姿啊 就這個 常常要下擺 然後這個胸口 那女生的話 那個高嶺就沒有 那個低嶺就沒有開得比較低了 但是任誰都想要誇 誇戰一句的 俊逸非凡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那這次 就是我們路版的一個小更新 其實也沒什麼東西 最主要就是開放我們的那個 兵器儲藏制 這個比較有用 其他的話大概都沒什麼用 之後的話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劇情啦 新副本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東西這樣子 OK 那我們直接來打完我們的小 小劇情 就是去拿我們的平安節 我們來解一個 感覺有點短 但是劇情又滿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斷掌再續 在之前的時候 我們有打過我們的鐵匠夫婦嘛 然後又解了我們的前員工 那我在整理我 支線任務還有哪些沒解的時候 發現這個任務還沒有解 那本來講說這個劇情有點短 就趕快把自己把它解一解好了 結果發現好像有個滿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平安節 來看一下這個平安節 感覺有點強 就是我們那個 有加氣息 有加任性 然後有加那個反傷 那最主要是它特殊效果 受攻擊的時候 有10%的機率可以吸收對面的傷害 10%來說的話感覺 吸收8%說錯了 10%的機率會發生 然後吸收8%的傷害 8%傷害的話 如果你是1000傷害的話 大概就是80 80兩次的話就是160 160的話一局可以觸發多次 感覺起來好像還不錯 所以今天來解一下好了 那劇情有點短 但是看起來有點複雜 因為它好像還要多次去做蒸氣的那個轉換 那如果你是還沒有解的玩家的話 如果你前員工也到10級的話 那就可以來解一下這樣子 那剛好前員工在 前陣子也剛好才剛好10級 那今天就來解一下 好 那我們就 這有點短啦 那就直接那個 我們先去鐵匠鋪對話 然後去主角說要請我們吃飯 走 那我們就去洛霞鎮的鐵匠鋪 欸 喔 這一咖啦 鐵匠鋪 然後我們去打 聽我們的斷掌債序 喔 就這個 來 無防無防 那相比之下有客人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嘛 找他的那個師父黃耀師 然後他給他一個藥 然後把他的斷掌接起來吧 那凡是有娘子 萬是靠娘子 除了缺隻手 老胡什麼都不缺 那單手拿毛巾擦了汗 他們的夫婦真的是很不錯 獨臂 那他是獨臂刀網 老胡是不是得罪什麼人 怎麼啦 外面有個白鬍子的老人 擋在外面 哇 剛才被他們師父來了吧 那老胡這手是被火力打砍的 沒有 真是被他師父弄的 好 鐵匠打好了 拿去吧 趕快滾吧 那什麼時候阿珍 兩一個 喔 生個女的 越說越離譜了 好啦 別廢話了 滾 那打住 少俠莫要誤會 其實前陣子 師父他老人家 來露俠城待了一陣子 然後 生他老脾氣 然後 哇靠 打斷他的腿 應該不至於吧 不會啦 如果你看過那個 射雕的話 你就會覺得黃耀師 一定做出這種事情 在外不要惹是真飛 不要那個 埋沒他師父他老人家的名聲 喔 阿珍真的很漂亮 可真行 喊你吃飯又不回來 看你都沒那麼勤快 哎呀 少俠些許不見了 匆忙離開 孵化就沒認我 然後 龍框煥發 真的是不錯 好 那 他有 多少幾個才來寒暄一下好了 那 師父要請我吃個飯啊 雖然說 當家掃彈手臂 然後 沒錯 那師父給他做平安符 這該不會是追蹤符吧 哇 喔呦 啊 所以真的懷孕啊 那 恭喜恭喜 我說你啊 萊克蘭褲在那邊幹什麼 哎呀 這感覺他就是漁木 我正要講漁木腦袋 然後這個大恩人 好啦 OK啦 有家有喜事 恭喜恭喜 好 總管要幹什麼活 哎呀 這是個老實人 真的是不錯 好 那我們去復約 我們去跟他吃飯 OK 那我們去 他說去藥店旁邊的 吃這個嗎 不是 明居 應該是這個吧 啊這個這個這個 單手開門 然後 來 給他一個不醉不歸 你的酒鬼 少俠有件事想求你 上次夫君跟奴家誤傷 少俠真是過意不去 那無仿無仿 不要怕 生個死心眼 都要 百萬腦啊 還斷了一隻手臂 斷場之後多有不便 看在心裡 師父留下個黑玉斷氣高 需要混員派的內功 那不知道有沒有混員一半的下落 有啊 一堆混員的那個武功都是 前員工啊 還有一些藥王鼓的那些都是 都是混員工的 娘子有和那個 好啦 OK 那我們繼續跟他吃飯去 那 沒事就想喝酒來做下您隨意吧 好 那我們這個聽說是要把他搞到醉 如果自己先醉要等十分鐘之後再來 哇靠 所以我們酒量還不能太差耶 我的天啊 哇女月紅啦 欸我都沒這酒量 看我都只能跟他喝米酒 好喝 那我們就一直喝 喝看他到底什麼時候會喝過 好 好醉意藍珊 然後我們來跟他講話 人生苦短 上青之苦分離之苦 都是生命的那個延續啊 那 我們猜猜一個果子吃 還有聯絡嗎 以前沒有 現在就有了 那沖虛道 額 古虛道長 一生耽誤行舊 然後那個薛師弟 啊就是那個那個蘇生 然後 等一下也算是月高 沒關係啊他在落養 OK的 那 那連心結好了之後 又有再建之石 那喝多了之後 倒在床上 好OK了 我們把他灌醉了 來灌醉之後 我們跟阿珍講話 來我們去醫治他的手 好 蝶蝶撞撞 然後 又你好 只顧操心 免去麻醉傘 OK 然後 來 我來幫你用黑玉段虛膏 把他醫治好 好 OK 不要怕 來 柳如意來了 來 讓專業的來 這位大哥 氣血虧空 左手機麥切斷 然後 拿一個熱毛巾 塞他沒有咬著 他不是喝醉了嗎 他是藥王谷的弟子 柳如意 好 那就有勞了 OK 然後 這個 然後 要塗抹藥膏 好 塗抹完之後 來 前緣運功 好 損失三百真氣 好 只差最後一步了 續上我們的段長 成功了 唉 成功了 唉唷 痛他叫起來了 幹的不錯 那三日內不可讓他 不可碰到水 手不會恢復 然後下去 來 我家記住 我要連續三天 對他用前緣弓 不可間斷 黑衣段序高 然後才能最大的效果 行動廢 那就不打到兩位了 好啦滾 好啦我們都放電燈泡了 哇所以這個 連續三日 每十二個時程 然後以 那個 前緣弓 然後激發黑衣段序高 的那個效果 哇靠 三次 三次 那不是二十四 喔三天耶 天哪 七十二小時 那弄完之後 就可以給我們一個掛件 OK 那我們就 等一下吧 那在我們持續三天 給我們鐵匠兄輸入真氣之後 然後我們跟他對話 那對話完之後 基本上他就是說 治癒完了 然後他就會 編織一個平安節 給我們主角 然後等六十分鐘 OK 那我們等完六十分鐘之後 就跟我們的阿珍講話 那你來了 趕快 拿走我們的平安節 那這個平安節 只用了一根細絲編 然後大紅色隱約出來的祥韻 然後工法複雜 可見阿珍手巧 手巧的阿珍 然後 希望大家都能夠紅火火 平平安安 那就多謝了 少俠快四吧 OK 那這就是我們全部的內容 那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平安節 平安節的話 七鬼加四百二 然後任性加一百 反傷加三趴 那這都還好 那個特殊效果啦 受攻擊的時候有十趴機率 吸收 對面的 部分傷害 那這個的話 不知道有幾趴 因為他也沒寫的時候就有幾趴 他只說機率是十趴啦 那所以說給你的坦來帶的話會比較好 反正前排 受攻擊的機會會比較多嘛 所以你只要被打就補血 被打就補血 只是說 這趴數可能也不多啦 大概我覺得大概個位數趴應該差不多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的 的那個 飾品如果還沒有一些免傷的話 這個東西拿來電檔用其實還不錯啦 OK大概是這樣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段長再續 的一個前員工的一個支線任務的一個劇情 那到我們這邊 整個鐵匠兄 鐵匠夫婦的 劇情就大部分就完結了 那這個的話記得一定要解一下 這個東西平安節其實還蠻好用的 OK大概是這樣啦 那記得 你只要前員工十重之後 就可以去 那就可以過來這邊解這個任務了 好 那今天班人是我喜歡支持一下火灰宣了 感謝收看 下次又也再見